好 再來看到高雄市有一個水電工 他長期都找不到工作 又要照顧七十幾歲行動不便的媽媽 因此他沿路來偷那個水龍頭 被員警給逮捕了 在現場起出了至少三十幾個髒物 那麼警方是也同情他了 不但要幫他協助申請急難救助 還說好了 以後我們警察局的水電工都給你包了 媽媽趕到派出所更是講說 我兒子絕對不是小偷 但是呢 人證物證都抓到了 還是有偷竊對 王媽媽住在這一棟老房子 環境破舊 光鮮昏暗 一說到兒子是偷水龍頭的嫌犯 立刻為他辯護 王媽媽罹患了心臟疾病 講起話來氣喘吁吁 她說兒子很孝順 從事水電工作 就算收入很少 但絕不會讓他餓肚子 的確是天下父母心儘管說破了嘴為兒子說話 不過警方掌握了具體示證 王姓水電工沿著大桶一路的巷子 靠著自己的技能 趁著晚上沿路把水龍頭拆下來變賣 整條路上就有將近十處的地方 這個水龍頭都被拖走了 而且在拖走以後就裝上這個白色的紫水刮 這個特徵都一模一樣 如果是商家同時委託的 不可能有那麼多處 水龍頭趁金賣一公斤六十塊錢 嫌犯靠著這點微薄的錢買便當養活母親 警方看嫌犯家境的確可憐 幫他們申請疾難救助金 同時也允諾 以後會幫王家介紹水電工作 中天新聞 翁船 柴勝義 高雄報導